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 你好,我是你的代班主播天华 由于工程与建筑及专探业务贡献增加 萨布拉能源2020财年首季亏损稍微收窄 净利亏损1亿909万6千令吉或每股0.68 当季营业额则按年狂飙93.15% 虽然首季财政报告选宜预期 不过随着持续获得合约 各项业务表现已经逐渐获得改善 另外,再加上国际原油价格趋稳 整体营运环境也稍微获得改善 另外,该公司也获颁10项的总值11令吉合约 这符合MIDF投资研究的预测 估计本财年可获得45亿令吉新合约 而加上这10项合约 该公司目前的订单约为173亿令吉 MIDF维持2020及2021财年的盈利预估 随着砖探、工程、建筑及勘探 还有生产活动将在下八年的恢复 预期萨布拉能源本财年盈利会相当的客观 不过,基于营业额及营运开销 在进账时出现了时差 加上砖探及工程、建筑业务 偶尔也面对了转服的这个萎缩 很长的营运环境仍然是充满挑战的 现阶段维持综合投资建议